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 我要來開箱一個東西 因為本身從事相關的工作 加上自己也有一點興趣 網購了一台 汽油的鏈鋸 中國大陸製造的白牌 貼牌的鏈鋸 外箱 看看裡面到底裝什麼 電條的尺寸 然後是電子點火CDI系統 應該現在所有的濃績基本上都是這樣 簡單來說就是透過火星塞 加反充式拉柄 來啟動它 然後它的油箱汽油的油箱有0.26公升 也就是260毫升 然後黃油 電條潤滑油的部分 油箱的部分可以裝180毫升 那它的鏈鋸機支援 10吋12吋14吋的鏈板 然後AUTO OIL就是講說你在鋸的同時 潤滑鏈條的那個潤滑油會自動 從機器裡面出來 就是來 潤滑那個鏈條 讓它在鋸的時候不要 產生高熱 也是潤滑啦 讓它不要摩擦係數太高 好印入連連喔 首先我們看到一條 Steer的鏈條 OILMATIC 是Steer最基本的鏈條 非常的 耐用 然後又 超值 他說是附兩條Steer的鏈條 油壺 因為它機油跟汽油的比例是1比25 機油加在這邊 汽油加在這邊 然後你再混進去 比例都已經幫你算好 然後這個是 鏈板保護套 但是我已經發現它把 鏈板也裝在裡面 很可惜我買這一款是 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它的鏈板應該是用台資的 台灣製造的 副藏品 因為原本 加一點錢的話可以 上那個Oregon Oregon的原廠鏈板 但是沒關係啦 這個副藏鏈板加減用 欸 對是第2條 第2條Steer的鏈條 然後一個工具收那帶 這裡面應該就是裝板手跟 我自己的 是 十字羅來把 然後 六角板手 還有一隻這個圓藝圈大家都在用 可以拆火星拆 可以拆那個 割草機底下那個 一些羅帽 當然是通用啦 很多農機就可以用 簡易型的工具 這個是刀板吧 就是 床內鏈鋸機那邊 可以插在木頭上面 也是應該是防止鏈條 捲進去 還有 兩顆螺絲 還有一隻比較小的 六角板手 再來說明書 它是白牌的 所以也沒有寫是 有啦 它是阿薩利啦 基本上你們上 各大拍賣網上 搜尋 阿薩利 這個英文字 你就知道是哪一間在賣的 也是只有那一間在賣 這個產品 基本上它是用大陸的 大陸的白牌的鏈鋸機 然後再貼它自己的牌 進到台灣來賣 這樣子 好 鏈鋸機的本體 以外的 比我想像中的 基本上 整天跳了 整天跳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都還蠻齊全的 那它這個鏈鋸機 我剛看它的形呢 怎麼講 它有點像仿小松的 小松的小台鏈鋸機的那個形 但是它Qnew是 它的熄火的按鈕是 回彈式 就是說我熄火以後就自動彈回可以發動的狀態 那保險開關基本上跟 大致上是沒什麼差異 因為一樣也是 壓下去以後才能 才能按油門 然後 它比較像小松的鏈鋸的形式 那這邊是 封門 空律在這邊 整個外型看起來跟小松的 很像可是好像機體比小松的有個大一點 還是說他比一般大廠 有改良的地方是他鎖鏈板的 的螺帽有兩個 意思就是說 鋸的時候鏈條比較不會因為 震動然後導致鏈板 移動然後鏈條變鬆這樣子 所以兩個會比較穩 那這台排氣量還是說是33cc 進一部分解之後呢 沒錯 這是 他確實是用兩個鎖點 他鏈板是用兩個鎖點 然後這是他的離合器 那他的空律是使用 這種可以可以洗重複替換式 可以清洗的這種 隔網形式 不是一般的那種綠綿 那可不可以裝一般綠綿 那我就不知道因為他規格不知道有沒有跟 小頌頭 因為小頌機器我還沒有拆過 這是他的 他的火星塞在這邊 那我有點壓抑他竟然給的是一個雜牌的火星塞 不是 NGK的CN7R NGK的CN7R是所有 基本上是所有的農機 割草機 吹風機 吹葉機 還有電鋸機都通用 叫CN7R NGK 這個不是一個什麼 TOP L7T 應該規格是跟 CN7R一樣 應該是大陸自己 製造生產的雜牌 火星塞吧 如果之後用的不怎麼樣的話 再買CN7R來換吧 至於這個 自動鏈煞系 他們是說叫防反彈自動鏈煞系統 現在國際大廠 Steer跟Oregon 電鋸機都有這個功能 現在這個狀態下 離合器是可以動 就是我們吹油門鏈條會動 這樣子 自動鏈煞系統是如果遇到什麼撞擊還是什麼之類的 或是突發狀況的話 這個會 這樣子 彈起來 彈起來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孤環變小 他會輸出離合器 那離合器沒辦法轉 沒辦法繼續再帶動鏈條轉 算是一個安全機制 也是怕說 沒有用的時候用這種狀態的話 也可以防止小朋友 熟劍 亂發 還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調他鏈條雙緊 基本上跟 絕大多數廠商的 大廠的 電鋸機是沒有 兩樣 那 引擎內購我就沒有辦法拆給各位看了 因為引擎我還是外行 那我買這台的目的只是為了 第1個好玩 第2個想要有自己一台聯鋸機 但是 銀彈沒那麼多啦 不像各位大老闆 就是 銀彈比較多 機器當然會買好一點 先買一台便宜的 如果耐操好用的話 那就是我賺到了 運氣 如果耐操壞掉就算了 當作是 繳學費 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把它組裝完 那他配的是 12吋的鍊板 12吋的那個保護蓋 鍊板至少是給 對是給10吋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鍊板 他給的 鍊板的 型有點尖 有點偏向 修織用還是這樣子 有點不像是 不像是一般的 高修 那剛剛講 口誤講錯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 油氣混合比就是 Slow 在這邊調 這有個L跟H H跟L螺絲 那個 油氣 油氣混合比 在這邊調整 然後這個是壓油球 進油的時候 要發動之前要按幾下 進油 然後 這個 自動鏈煞系統可以跟大家稍微 說明一下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目前鏈條是 處於可以 鏈條是處於可以運作的模式 自動反彈鍊煞系統 就是 這樣的狀態之下 你的鏈條是沒有辦法再繼續運作 自動鏈煞系統可以保護 再怎樣的保護還是要 自己操控要小心 對 OK 剛剛看了他的作動 都還蠻正常 然後油箱跟 跟那個鏈條潤滑油的蓋子 剛有打開來看了一下 那個氣油會蠻重的 應該 賣家出貨前有先發動 看看能不能用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他這邊有有那個油量的顯示 汽油的油量剩餘顯示 那個 半透明的那個 格窗可以看 其實我覺得他外型偏向 小松 但是 感覺他好像有結合小松 跟steer 兩個 跟eco 兩個那個 跟共利的那個 鏈鏡機 好像是結了他們兩個的設計 這樣子 然後自己獨創出一個這樣子類似的 白牌鏈劇 那我們來看這個鏈鏡機 要用多久了 這是在私怒以待